字幕志愿者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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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施張人士 釋藥時無法看到藥品標籤 用藥遇上的挑戰 是擔心吃錯藥, 一會報道 現在就先說說收集遊戲卡 不少人喜歡收藏冰棍球員卡 或者是棒球員卡 疫情期間, 收集人數及卡的價值都上升 而流行了30年的收集遊戲卡潮流 更越見盛行 卡有市有價, 更加引來倒查瑞燕 可見遊戲卡市場龐大 潘苗尚報道 雜換式卡牌遊戲, 簡稱TCG 以儲集遊戲卡來玩遊戲 玩家為了擴大自己的卡庫 會跟人家交換或購買更多遊戲卡 已經流行了30年 很多儀時收藏家已成為父母 將興趣傳給子女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這些卡牌大幅漲價 尤其是這張噴火龍 Charizard 之前拍賣成交價5萬加元 去到最高成交紀錄55萬加元 日本人可能看不到它的價值 不過玩家就有自己的喜好 操遊器卡就好像收集錢幣 古董、藝術品一樣 有市就有價 在家找些儀時玩具出來 分分鐘價值連成 譚永成收藏了這些遊戲卡超過20年 最近上網查一查 發現當中有幾張都頗有收藏價值 它都有一張噴火龍 這款卡過去兩年成交價是加幣5000元 現在價格回落大概值2500元 不過由於它這張保護得不夠好 有點花痕 所以最多只賣到幾百元加幣 那時不會預期到將來那麼值錢 所以那時沒有想到刻意去保護 為什麼現在是保護了呢 就是因為我搬家 由南非搬回加拿大 搬回香港 搬了幾次 雖然就放了一些套 但不是因為知道它會值錢 如果真是想知道卡大概的市值 可以先找鑑定公司進行評級 PSA是最大的鑑定公司之一 評級地點設於美國 東京 香港 上海 和巴黎 加拿大經銷商收到的卡 都會由遞到美國進行評級 我們每天去PSA 加拿大經銷商 散卻了收藏家 處理遊戲卡 出入海關的手續 而PSA的評級 至針對卡的真假 印刷標準 保存狀況 並不會加上一個價值 要知道市值 就要到拍賣場 看看同等評級的同一款卡的成交價 已經鑑定 就成定局 他們不會再作第二次評級 如果收藏家仍然心心不憤 都可以把卡寄去另一家鑑定公司 看看评级会不会高分一些 也可以提出要求 评级更高 先把卡从封装交合度拆出来 再做评级 游戏卡一旦被评级及封装 玩家就不可以再用它来玩游戏 游戏卡公司为确保游戏力久尝身 游戏卡会越出越厉害 即是攻击力和生命值都提升 旧的卡不够厉害 不再适合用于游戏 反而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 这些购买卡的游戏 是想要玩和使用在游戏 你看到金钱或其他类型的收藏器 平时William这些珍藏都会放在银行保险商 他的铺铛曾租爆隔 过去两年 亦听到不少以偷游戏卡为目标的盗窃案 全因卡价标升 可见游戏卡市场庞大 而谭永成当初吵卡 原来只是机缘巧合 那时中学在南非读书 学校会每年给书卷买书 我又不是特别喜欢看书 去到书店就见到 原来有Pokemon卡还可以用书卷来换 所以我就用完书卷 每年一有就换 换了这么多回来 草卡过程令他学会外户收藏品 以及体验了一些心路历程 除了游戏卡之外 加拿大亦有不少人收藏冰棍球员卡 棒球员卡 这类运动员卡历史更悠久 市场亦非常活跃 不过无论吵什么卡都好 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外号而收集 发觉自己的珍藏这么有价值 无不起出望外 我要高力高力 我要高力 高力 enfim 都没有打 humour 把什么苦力吸引